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今天是4月22日 也是禁交走數的開始 據報記者就到各區看看走數前夕的情況 尤其是大家要準備 當中去到葵涌廣場的小食店 據報那些小食店都開始轉為紙兜 不過原來紙兜又不隔熱 結果那些食客又會問店員多拿一個紙兜 其實是否又是浪費東西 我和各位一起了解有關走數禁交的最新發展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4月22日禁交 葵廣小食店專用紙兜 不過食客就嫌 隔熱很差 拿著東西很熱 於是唯有要多個紙兜 兩個搭著來用 不過這樣又是浪費東西 報導的內文提到 在新例實施前幾天 記者到香港人素家熱點 葵廣場觀察 發現大部分小食店都已經改用紙製的餐盒 盛載外賣的食物 但有小食店的店員表示 不少顧客投訴紙餐盒隔熱的效能較差 唯有再額外拿多一個紙餐盒搭著來用 不過這樣又是很浪費 當中小食店的職員林女士表示 當時店舖本身使用是發泡膠的容器 盛載外賣食物 4月初開始轉用紙餐盒 但就十分之不方便 就說始終都是軟奶奶 食物的汁也容易從哪位漏出來 他引述不少食客投訴 就是那個紙盒其實很難隔熱 難以拿著紙盒一邊吃東西 唯有拿多一個來隔熱 結果造成雙重浪費的情況 另外麵店負責人張女士表示 在新法例下 他的店舖需要將膠匙巾換成紙匙巾 現在膠匙巾的存貨預計會用到四月底 他就說紙匙巾的成本比膠匙巾貴了約一成 但不會將成本轉介給顧客 因為現在經濟都不好 營業額不高 如果再加價難以吸引客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紙餐盒原來還有隔熱的問題 若然在街上想掃街的麵或魚蛋 即是紙盒原來無法隔熱 那怎麼辦 於是食客通常唯有拿多個紙盒 結果順重浪費 另邊商有些店舖也很頭痛 說到還有一些膠餐具 那些膠餐具用到四月底 將會轉用紙餐具 不過據報紙餐具的成本是高過膠餐具 不過也不敢加價 經濟不好 另外也看看喝珍珠奶茶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紙飲館難以督穿那些茶飲膠膜 即是茶飲杯上的那塊膠 顧客就說要用兩支紙飲館 真是本末倒置 報道記者到葵聰廣場 一間鑽用了竹飲館的珍珠奶茶店 實測要刺幾次才能刺穿杯蓋 原來要刺四次才能刺穿杯蓋 不過好處是這些竹飲館用了兩個多小時 都沒有變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珍珠奶茶店認真頭痛 據報有些茶飲店都已經轉用其他物料的飲桶 記者自己實測都說要刺很多次 可能刺四次才能刺穿 另外有機會可能要用兩支飲館 例如第一支刺不到 唯有拿多支 於是又是雙重浪費 另外也看蕭立店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蕭美檔月初用紙盒替代發泡膠盒 顧客反映 滲底變軟又黏底 報道機難民提到 東涌有蕭美店 在今個月月初先行 根本以紙盒替代發泡膠盒 但之後不時收到熟客反映 由於會臨上熱的蕭美汁 滲底過後紙盒很快變軟 又說出現飯粒黏底的問題 有市民直言 政策真是浪費X氣 亦有人認為政策本意 可以接受 但餐盒就明顯需要改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如果叫叉燒、燒尾等 要淋一些熱的汁 而那個是紙盒 的確很快會滲底 另外若然紙滲底 又很快會漏 漏到一袋都是 另一邊商有些熟客就說 回到家裡 那個底已經淋了 兼且黏底的情況 不知道有多少蕭美舖 已經棄用了那個發佈膠盒 另外 專用紙盒是否最好的做法 如果紙盒不是最好的做法 部門、高官有沒有其他建議 這些就是實際操作 因為今天才是第一天 看來還要多看幾天 看看市面上的運作情況如何 才能夠再作進一步的定奪 另外也提到這件熱話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是不是倒閉關注組 誤解了太慶 話說有人以為太慶是倒閉 但其實太慶近日 應該搬去更大的鋪位 不過原來不是太慶 而是另一個飲食集團 據報成績一般 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話說近日的倒閉關注組 有一個關於太慶的鐵文 是較多人關注的 有事主貼了一張太慶分店 關門的消息 並留言又少一間 從而引返倒閉的討論 有人直言這間不可惜 即是說太慶倒閉不可惜 也有人分析指太慶吃的燒美飯 也要八十多元 就說現在還哪有那麼多水魚 對於太慶的前景非常悲觀 不過也有留言指 完全是誤導的鐵文 表示那個燒機灣分店 只是搬往更大的鋪位 而舊的鋪位 就會改為同系列的敏華冰室 換言之所謂的又少一間 可能是飲食集團擴張業務 內容方向或者完全相反 而有人留言爆料 據說那間更大的鋪位 其實是舊翠華的位置 反應太弱流強 根據資料 那個燒機灣道333號 樂榮軒商場地鋪 原本是翠華 租用了九年的鋪位 今年二月中結束 報導內文也提到 隨著內地品牌南下 本港失業率和破產程序增加 香港市民改將部分飲食預算 轉為光顧兩餐飯 飲食業的市道增多足少 競爭越發激烈 不過餐飲股行業當中 此消比獎 總有樂觀與悲觀 從關注組所分享的消息看來 真正需要悲觀的那間店 可能是翠華品牌 對上一份中期報告揭示 期間翠華在香港和中國 分別關閉了三間和五間餐廳 同時在香港和中國內地 分別開了一間餐廳 剩分碟數目減少 是真的倒閉結業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有人說太興不知道是否在收拾 但原來人家小舖搬大舖 狂張緊 不過真正要令人悲觀和擔憂的 應該是翠華集團 Yahoo新聞的報導內文 引述數字 說到翠華品牌對上一份中期報告說到 說翠華在香港和中國 分別關閉了三間和五間餐廳 令賓箱只新開了一間餐廳 看來開店的數字 抵消不了倒閉的數字 不知道各位網友附近 還有沒有翠華餐廳 以往翠華曾經紅極一時 厲害 也做得很大 不過近年好像越倒閉越多 未知翠華所面對的困難有多大 另外亦提及這個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荃灣31歲男子 在住宅走廊暈倒閉 送院搶救過後返雲罰術 報導的問題 昨天下午2時多 一名31歲姓歐陽的男子 在荃灣寶峰路住宅走廊暈倒閉 家人大驚報警 事主昏迷由救護車被送往仁濟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證實不致 警方認證調查事件 稍後會安排驗屍 確定死因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導 願死者安息 據報相關死者的年齡相當輕 31歲 未知死因 死因還要有待了解與調查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